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总结提炼成人人都可以用的工具箱 让大家在新的一年 不管是在理财投资上 还是在日常生活里 都能够更好的决策和行动 这档播客的制作人是徐涛 那我也作为节目的编辑参与其中 你可以在本期节目的单集简介中 查看不止金钱的节目详情 收听节目预告 这档节目的售价是129元 在2月18号 也就是春节假期结束之前购买的话 可以享受99元的早鸟优惠价 获得完整的音频文稿 同时我们也推出了 不止金钱的新年限定礼品卡 158元两份 新的一年和好朋友一起 不止金钱 嗨 早上好呀 今天是2024年的1月31号 星期三 这里是生动早咖啡 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孟一 我记得去年有一期节目的评论区里 有一条听友的留言 这位朋友的名字呢 叫做阿良 阿良说 一直对一杯早咖啡的制作过程感到好奇 不知道孟一和团队 有没有机会分享一下 一期标准的早咖啡是怎么制作出来的 比如说周一的早咖啡 是周末录制的 还是当天一早录制的 小伙伴们是不是要早起修改文案等等 阿良的这条留言 到目前为止我看到有不下上百个朋友的点赞 他们都表达了同样的想法 其实一直以来 我和我们团队的小伙伴都会认为 早咖啡可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更像是一个大家用听的方式来获取信息的工具 而我们这群人呢 可能就是确保这个信息工具 能够被大家更好使用的幕后人员 确实没想到会有这么多的咖啡道们 对我们日常的制作过程感兴趣 而且呢 我们也是在一期一期的更新过程当中发现 有越来越多的朋友 不仅对我们早咖啡的制作过程感兴趣 也会对我们节目各个小伙伴和各种细节感兴趣 比如说大家经常会问 你们的信息来源有哪些呀 早咖啡的某位实习小伙伴去哪里了 等等 那类似这样的问题 我们看到的越来越多之后 我们决定在这个月的最后一天 做一期特别的早咖啡 而这期的内容呢 就是我们来兑现之前 像我们的听友阿良 以及所有对早咖啡好奇的听友们 在评论区的承诺 我们要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 专门来回复大家提到的各种各样 关于早咖啡这档节目的问题 也许我们做不到所有的问题 都能够被一一的解答 但是只要是多次出现在 评论区的好奇心 都会在今天这期节目里出现 好的那我就不多说了 欢迎和我一起走进早咖啡编辑部 欢迎来到早咖啡编辑部 今天呢是我们早咖啡小组 第一次全体成员 在我们的录音间齐聚一堂 在这儿要先特别感谢一下 本期节目的赞助方 东方树叶 现在呢在我们的桌上的 青甘普尔 茉莉花茶和乌龙茶 都是我们编辑部小伙伴们票选出来的 最欢迎的最喜欢的 三种口味的东方树叶 所以说呢今天算是一次 早咖啡大型茶话会录制现场 那我们早咖啡的小团队 现在有多少人呢 这样吧 我们就一块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先让大家来感受一下 我们小小团队的能量啊 欢迎来到 生动早咖啡 估计这会儿呢 早起在听的朋友应该很清醒了啊 是的我们小团队 从原来的几个人 现在发展到了整整一屋子人 那这样吧 我们也分别给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 那就先从我开始 我叫孟一 我是生动早咖啡 这档节目的制作人 那基本上呢 我们节目的每一个环节 我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参与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嫩嫩 我是早咖啡的商业内容策划 除了日常的选题内容 有一些些参与之外呢 我主要负责的是 早咖啡商务合作内容的落地 哈喽大家好 我是早咖啡的实习生高高 平时主要负责短消息 和长解读的撰写 哈喽大家好 我是实习生新路 主要负责的呢 也是我们早咖啡的内容部分 包括一些选题的提报 哈喽大家好 我是实习生Youti 和其他两位实习小伙伴一样 我们的任务都是撰写短消息 也会参与一部分插飞的内容 想必不少听友 也已经在每期节目末尾 听到过我们的名字了 我是早咖啡的监制 人型磨豆技泽林 我主要负责的就是 短消息的选题啊 编辑啊 还有一部分长解读选题的工作 哈喽大家好 我是早咖啡的监制千文 平时主要负责长解读 咖啡豆 还有说诺内容的撰写 哈喽大家好 我是生路早咖啡的Jack 我负责每一期生路早咖啡的 后期剪辑以及声音设计 嗯 好了 那这就是目前 我们在早咖啡内容制作上的 所有的成员啊 今天是我们早咖啡 在突年制作的最后一期节目 所以呢 我们是想要给大家带来一些 不太一样的内容 现在呢 在我们的面前 除了东方树叶 还有一个透明的大盒子 这个盒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呢 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这些都是我们的听友 在过去一年来 向我们提出的各种各样 和早咖啡这档节目 和我们早咖啡小伙伴们 相关的问题 我们在这呢 收集了九个出现频率最高的问题 一块都放进了这个盒子里 那一会儿呢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轮流 从这里抽取一个问题 那相关的小伙伴呢 就会跳出来回答这个问题了 到时候呢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show notes里 看到我们和这个盒子的合影 当然一会儿我们的小伙伴 也会跟大家说一下 什么叫做show notes 这也是一个出现频率比较高的一个问题 行那我们就开始来抽取 今天的早咖啡盲盒吧 从我右手边的小伙伴开始吧 弄弄 好 我的这个问题呢 是大家问的非常高频的一个问题 大家都会问说 实习生亏亏呢 实习生Aurora呢 实习生怎么还没有转正呢 其实每一次呢 我们要是有成员或者小伙伴 要展开新的旅程什么的 我们基本上都会在节目里头和大家来说明 但是呢 这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听得到 而且呢 我记得我们之前 就比如说亏亏 他当时离开之前 我们也答应过大家 有机会的话 我们一定会来邀请我们以前的早咖啡毕业生 返场 来和大家说说自己的近况 自己在忙些什么 所以呢 我们今天也算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一个回复 今天我们也邀请了几位从早咖啡毕业的小伙伴 嗨 大家好 我是亏亏 我现在在北京 最近是正在为了下学期出国交换的事情吗 我是Rora 我现在在清华做RA 因为想再去一个新国家体验纪念 所以特别期待能得到一个来自英国的offer 嗨 大家好呀 我是一航 我现在正在意大利罗马 忙着交换学期的期末考试 我是2023年5月到10月份在早咖啡实习的 在实习期间对我来说最有挑战的事情 就是持续地寻找到有意思有深度的选题 当然录制咖啡都不多 从21年秋天开始在早咖啡实习 自己的表达被听见被接住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那实习期间让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 解释了很多有趣的朋友 而且意想不到的是通过声音让听众朋友们认识 我是在2023年春节后来到早咖啡实习的 我也很庆幸当时的心动马上行动 它让一直在一条直线上奔跑的我 看到生活的另一种客户 对于即将来早咖啡实习的同学 我想说的是 在这里你可以尽情地发挥自己的热情和好奇心 并且受到很扎实的训练 既能收获成长也能收获友谊 总之一定会是一个让你不会后悔的 所以对于想来实习的伙伴 所以人生是旷野 颜值虽减 唯有亲身体验方能领悟站在旷野的豁然开朗 如果你有想法 一定要来试试 请多多在拥和宫大街两边的胡同里 溜达溜达 可能大家对葵葵和Aurora相对会更熟悉一些 那其中我们听到的一行呢 是我们比较早期的实习小伙伴 他有多早呢 他甚至是早于人形魔斗机泽灵 加入我们早咖啡的时间啊 当然也很开心的可以看到 我们小团队里毕业的小伙伴 都是如此之优秀 当然今天和我们并肩作战的 高高 新路 还有Yuki 也都是同样 我们早咖啡非常优秀的小伙伴 那你们要不要分别来 说说自己现在在早咖啡的实习感受 要不我们从高高开始 好 第一个感受就会觉得 这边的每个人的情绪都很稳定 大家都非常的有事 好生气 然后我刚来第一天 就在线上叫泽灵 泽灵老师 泽灵什么反应 我当时跟他说了一句话说 我们公司尤其只有一个涛老师 不用喊别人老师了 对 企业文化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 像以前在媒体写稿的话 虽然媒体机构 他们的体量更大一些 但是他们每篇文章的评论量其实很少 就有的时候可能写一篇文章 我可能看到有三四个人评论 我都会非常开心的点进去 看他到底在说什么 但是在早咖啡的话就评论 听友们就非常热情 然后所以我觉得 就是你可以看到你写的内容 具体的反馈 你可以跟真实的听众去对话 我觉得对于内容创作者而言 是一件非常有价值感和成就感的事情 对 新路呢 新路其实是最近才到线下来和我们相聚在一起 对 我是早咖啡最年轻的练习生 那作为最新加入的小伙伴们嘛 其实我早咖啡本身的这个工作 也让我感觉到非常的有收获 不仅是在短消息的撰写中呢 可以跟全球全世界正在发生的大小新鲜事 保持一个紧密的联系 很大的满足了我的好奇心 同时呢也可以在长解读 还有咖啡豆的写作中呢 去探求这些在平凡的表象背后的一些逻辑 还有奥秘 然后也是浇灌了我的求知欲 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早咖啡这样的一个节目 用声音把我这些获得新知的喜悦传递给大家 那这样一个事情也是让我感到非常的满足 所以我每天就会非常的有劲去磨咖啡豆啦 确实可以感觉到就是新路和我们在一起 很快我们就达成了一片 大家的这个节奏好像一下子就磨合起来了 嗯嗯嗯 好那Yuki 其实我每次线下来班中市的路径是这样的 我基本上会下了地铁之后拐进胡同里面 左拐右拐 然后路过几间民居几家小店 再我遇一些小动物就到班中市了 那其实对于我来说在早咖啡的工作体验 也就像我走这条路一样 我一开始会盯着导航很紧张很怕走错 之后我也会慢慢的 哪怕低着头我都知道要往哪拐 然后也会很享受这个路上 呼吸到新鲜空气和 我可能一扭头就会看到不同的景色 就是在这段工作的时间里面 会觉得非常的逐渐越来越轻松和越来越享受 然后这也是我在学生时代末期 我觉得很特别也很重要的一段经历 对好像最近也有一些朋友问 哎Yuki怎么还不给转正啊 你要不要说一下自己接下来的计划和打算 因为我的专业不是新闻学 我是一名法学生 那之后我也会希望毕业之后 还是会进入到法律行业里面 去精进一下我的技能吧 但是内容创作对于我来说 目前是一个尝试过体验过 并且非常感兴趣的领域 我觉得我在未来的人生当中 也不会放弃探索的 我们也很开心 我们这一段旅程是有Yuki 在和我们一起并肩作战的 那说到这儿呢 我也再来吆喝两句吧 咱们早咖啡实习计划 依然在持续进行中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 投递简历的链接呢 可以在我们的show notes 也就是单集简介里可以找到 好了 那是不是我该轮到我 再来抽下一张了 show notes是什么 刚好说到哪里能够看到文字稿 其实这是两个问题啊 那我们就邀请我们的监制签文 和大家来说说show notes是什么吧 就如果你是在自己的更新页面 看到我们这个节目更新的话 其实你直接点进这个节目的标题 看到的文字内容就是我们的show notes了 还有一种情况是 你在我们早咖啡的整个节目列表里面 那么你看一下节目标题旁边会有三个点 那点完这三个点之后 你可以看到一个查看详情 点进去之后 这个也就是我们的show notes了 show notes的话 我们平时会包含几个固定的部分 比如说这期长解读是关于什么的 问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然后短消息的话 又提了哪几个公司的主体 另外的话 我们还会不定期的增加一些招聘信息 还有一些活动信息 比如说我们今年在做的一个早咖啡 早起50天的一个活动 那关于第二个问题的话 就是有听友在评论区问到说 是否会有文字稿 就是我今天问了一下 我们早咖啡的老监制泽灵 他告诉我说早咖啡在2022年的时候 其实是做过文字稿的 然后他是以一个newsletter的形式 发送到大家的邮箱里面 那现在2023年newsletter改版之后的话 就没有这部分内容了 但是大家还是可以在我们生动活泼的公众号里面 看到我们早咖啡的一些 类似于竹子稿的核心内容吧 是的 就是现在我们的公众号 其实也做了一些小小的调整和改版 大家时不时的可以在我们的生动活泼公众号的 有一个专栏叫做反直觉lab 里面经常会看到我们早咖啡音频内容的文字版 好 那千文 该是你来抽下一张了 这个问题是 为什么每段短消息之后 孟一都要吸溜鼻子 像这样吗 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配合着我们的 本来的那个音效 其实还是有点不一样 但我猜这位听众应该是拿手机外放之类的吧 他所以是什么呢 所以他其实是翻书的一个声音 就是 所以我们有一个音效 对 已经都没有变过的一个音效吧 就是在每一段我们的短消息动态里头 短消息和短消息之间会有这样一个音效 就是起到一个简短的区隔的作用 那至于说 孟一是不是吸溜鼻子 或者是翻书啊 我觉得之后可能Jack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和设计在里头 节目整体的一个声音设计 其实你是可以把它们想象成 你在看一幅画 每一个声音元素 你都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画面当中的一个物品 然后你听到的 比如说某个元素的声音比例的大小 就可以理解为它在画面中显得比较大 或者是它在画面中显得比较小 其实做每个声音设计的项目 我觉得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你一开始比如说 有的人会说 我想要这档节目充满能量并且活泼一些 但是我觉得人和人之间 对于这些词的理解可能不太一样吧 那我第一步首先要做的 就是把这些抽象的词转化成一个个音效 然后接下来就是去做不同的版本 就是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 就叫叠加 它又是把不同的素材叠加在一起 它有时候会产生一些非常神奇的效果 我就拿一部影片叫《猪罗纪公园》来举例吧 就里面有的恐龙的声音 就是用两种动物声叠加合成的 它把海豚的那种高频的声音 和海象的地平它结合起来 然后才做出来的这样的效果 就是可以先听一下海豚的高频 然后海象的低频呢 是这样 对 有点像老虎 原来就是海象 对 然后你把它们结合在一起的话 大概就是这样 给人一种又恐怖又庞大的声音吧 因为高频它本身就有点刺耳 会让你想到一些比较恐怖的声音 然后低频呢 会自然而然让人联想到 很大很坚实的声音一样 那在声音设计的过程中呢 可能你就要把这些频段都要有所设计吧 不能说你一点高频也没有 或者说一点低频也没有 这个高频和低频我再稍微解释一下 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就是举个例子吧 就是我放一段梦衣只有低频的声音是啥样的 我也想听 今天是2024年的1月18号星期四 我好像在被子里录的 对对 就是他听上去非常闷 一般人声说话的细节 都是在中频左右 包括我们打电话 实际上处理出来那种电话音 它就是去掉了低频和高频的部分 但是依然能够让你去理解 它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如果只听刚刚这个低频的话 你就会有点听不清 但是你如果只保留中频的话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电话音 那你其实是很容易去理解它说的是啥 大家好呀 今天是2024年的1月18号星期四 就是一段电话留言 对对对 但同时这个声音其实是 就是能够让你听到大部分人讲话 这个信息的 总的而言 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吧 就是你根据这个思路 你不断地去优化 不断地去查路补缺 最后一般都不会出太大问题 当然这个只是一个简单的介绍吧 对 有很多的门道 确实是 不仅仅是我们听到那一瞬间的声音 那么简单而已 好 谢谢 谢谢Jack 那下一个纸条就由Jack来抽取了 主播是AI吗 主播是不是AI OK 首先要来回答这位朋友的问题 你现在听到的梦衣的声音 都是人类梦衣录制的声音 不过呢 说实话 我自己如果说作为一个听众来说的话 我其实是不那么排斥AI主播的 虽然机器的声音还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僵化 会有一些机械 但是我觉得随着技术的进步 这些问题未来肯定都不是问题 所以我感觉人类梦衣被AI梦衣取代 那可是迟早的事情啊 但是对于取代的这个过程 我可能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 有一些复杂的感受在里面的 我可以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最近呢有几个新闻让我是印象非常的深刻 首先一个呢 就是在美国有一个电视台 这个电视台的名字叫做Channel One 它现在还没有正式的对外播出它的节目 但是很快 那这个电视台它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什么地方呢 就是它所有的出镜记者 出镜主播 全部都是AI数字人 它已经非常接近人类了 我自己大概看了一下 我觉得还是可以一家乱真的 而且它有一个特点 它是可以一秒钟切换语言 上一秒钟再说日语 下一秒钟就是法语 而且绝对不会有错误 非常的流利 然后微表情都可以做到 那如果说主播和记者都变成了AI数字人了 那这个电视台还有其他的员工吗 其实还是有的 也有人类员工 但是人类员工呢 相对来说 我把它简单的划分为两类 一类呢 就是相当于是兼职性职的员工 他只是一个独立的记者 他和电视台的关系呢 就是兼职合同的关系 比如说他在外面去跑一线的新闻 然后记录下来的这个新闻之后 给到这个电视台 算是这样的一种兼职合作关系 然后另外一类呢 就是非常会利用AI工具的这么一类人类员工 他们通过AI工具做什么呢 就会把比如说独立记者所报道的这些新闻 以及其他的各个不同渠道收集到的新闻 来进行事实核查和内容编辑 而且这个内容编辑呢 都是非常个性化定制化的 它会因为你的兴趣喜好而生成你想要看的内容 而且这些内容都是有出镜记者出镜主播为你专门来介绍和阐释的 另外几个事情也是我们早咖啡在节目当中可能也是反复说到过的 一个是纽约时报对OpenAI的起诉 另一个事情就是好莱坞演员工会 就AI配音这件事情和科技公司达成的一个协议框架 保证了他们的一些最低的收入分配 以及他们的知情权 所以还是非常艰难的一件事情 比如说OpenAI前段时间就表达对于纽约时报 可有可无的这样的一种态度 以及他们愿意支付的这样的一些安全费用 可能也就只有100万美元到500万美元之间 等等吧诸如此类的事情 而且我也相信像好莱坞工会 它所达成的这样的一个协议框架 一定是基于之前他们长期的罢工的这样的一个影响结果的 所以这几件事情放在一起 我们就会感受到一边是未来以来 你看这样一个电视台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但是另一边又是对AI养料提供者的保护 好像还在以非常谨小甚微和艰难的步伐推进 所以我们如果说作为一个普通的人类创作者的话 肯定还是要问自己一些问题的 那比如说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在成为AI养料的提供者的时候 那成为养料的那部分是不是也能够得到相应的保护和尊重 还有我们不会被AI取代的那一部分又会是什么 所以这些问题可能现在一时半会儿得不到答案 但是一直我会去思考和想要去追求答案吧 那当然在我们寻找答案的时候 肯定我们也不会说停下自己去快速AI化的脚步嘛 我觉得如何在工作当中使用AI来提高效率这个方面 我们这儿有一个特别有发言权的人 他就是我们的人心魔斗机泽林 为什么他很有发言权呢 当然是他AI使用的特别的多啊 我们要不要请泽林来跟大家说一下 在你的工作当中你觉得AI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 OK其实从TryGPT推出之后 我就一直在使用它 而且我也把很多有用的功能推荐给了些家同事 就比如说现在我用那个TryGPT的一个自定义的功能 弄了一个早咖啡标题Bot 这样子大家把文稿收入进去之后 他就会给你提供一些灵感吧 虽然说他起的标题 没有办法放在节目当中来使用 距离真人起的标题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但是他可以提供一些灵感 另外呢就是我自己在工作当中 基本上国内国外的主流的AI工具都在使用 就比如说除了TryGPT 还有微软的CorePalette Google的Bard SRPG的Cloud2 国内有用的比较多的是一个叫做KimiChat的聊天机器人 他们的优势就是他的上下文理解的能力特别强 你可以把很长很长的文稿丢给他 让他帮忙来总结 你也可以让他来回答文稿中的一些问题 在一些文字的处理方面 可以节省我的时间提高效率吧 那我来抽下一个吧 好 这个问题是早咖啡效率工具的应用 那就直接是你自己吧 其实我这自问自答了 像我们的话 我们整个公司主要用的是两款的协设工具 一个是飞书 还有一个就是Notion 飞书主要就是聊天和共享的文档比较多 然后Notion的话可能更加倾向于一些项目管理类的工作 我们也会用飞书和Notion的自带的一些功能 做一些自动化的工作流 就比如说大家的投稿 大家在那个飞书的表单填写完毕之后呢 我们其实是不需要去打开网页去查看那个飞书表单的 然后我们会在一个群聊里看到是谁投了稿 然后他投稿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然后他有没有复音频 大概就是这样 其实我们的早咖啡的短消息的自动化流程是设计的会更早一些 就是这个背后的一个需求是来源于我们不太喜欢开会 因为那个时候我和泽玲一开始我们的工作状态是怎样的 我们几乎每天都在开会 所以我们会想一些有些什么样的更好的效率工具 可以帮助我们既不用开会 但是大家都能够讨论出一个更高效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出来 所以工作流自动化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的确是不可以缺少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伙伴吧 嗯没错那我再来抽一个 问下一个问题吧 好 OK这个问题是那些听起来像是软广的长解读真的是广告吗 那就有请哪总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那感谢这位听友的提问哈 确实只要是商业合作的长解读 我们是会让大家知道的 那常见的呢 比如说大家最起码是在长解读开始之前 我们都会告诉大家 本期节目由冲动活泼和某某品牌联合呈现 但这些其实都是为了让大家知道 这一期的话我们是一个商业合作了 那除了slogan以外呢 我们通常也会更换这期节目的节目封面哈 就是为了避免大家听到最后才发现说啊 原来是广告 那对于商丹长解读呢 不论是从选题角度还是表述措辞 我们其实都还是以信息增量为第一原则的 所以我们花在跟客户打磨内容的时间也是很久的 那品牌有的时候会要求我们去呈现一些 不是很客观的表述 或者是一些没有什么增量价值的信息 我们都是会要求它去删掉的 但好在我们对于商业合作内容的高要求 换来的结果也还是不错的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我们在23年做过的 比如说像保时捷911呀 雅诗兰黛呀和小米 其实不论是从听众反馈 从内容质量 还是从最后品牌的满意度都还是算过得去的 我们叫它winwinwin 对 所以也特别感谢我们听众对早咖啡商丹的包容支持和理解 那之前也会有听众问说 播客到底是怎么赚钱的 那其实我们早咖啡目前还是以广告收入为主了 除了播客常见的我们都会有的口播和常解读 单机定制以外 我们在23年也发展出了周冠明这样的一个模式 这个在中文播客界也是一个还蛮有代表性的商业化案例 那越来越多的呢 我们也在尝试一些内容上的推流 比如说大家可能在近几个月的节目里会听到 我们推荐的一些电影 书籍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播客节目 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 这也是一种商业合作 但本质上呢 我们还是觉得这些都是好内容 对我们的听众也是有益的 再比如说大家最近正在参与的这个早起活动当中 每周获得的奖品也是来自于商业化团队拉到的赞助 那在2024年呢 我们也想跟大家剧透一下 我们还会有更加创新的玩法 比如说会做一些吃的喝的 用的联名的物品 对 期待 对对对 对我觉得其实我们早快飞节目组真的还挺幸运的 我们合作过的品牌就我觉得都挺好 而且就这些品牌 我觉得它要么是产品做的就是特别有口接杯 要么就是它品牌本身就是有很高的一个国民度 国民度很高 比如说今天的东方树叶 对万万没想到 我们在农历年的最后一期节目居然还能够有赞助 非常感谢农夫山泉 对我们这期新春特辑的支持 其实平常我们节目制作的任务是非常紧张的 节目组好像也是第一次这样 大家坐在一起边喝茶边唠嗑 很像是大家聚在一块过年的时候 一起喝喝茶聊聊天的感觉 还挺难得的 对我们今天一到录音间桌子上就已经摆好了 我们每个人都喜欢喝的口味的东方树叶 然后我喜欢喝的清肝普尔也遭到了同事的一个质疑 整体我觉得就还挺有那种新年的时候围炉煮茶那种氛围感就非常的温馨 而且我发现大家对东方树叶的口味喜好好像还蛮分裂的 比如清肝普尔像千文和新路就很喜欢 但高高和Yoki好像对清肝普尔就不太感冒 反而更喜欢茉莉花 那像我自己的话就会更喜欢喝黑乌龙 因为感觉茶味会更浓郁一些 那说到这儿呢 我们就来cue一个互动福利 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告诉我们你最爱的东方树叶是什么口味 以及快到春节了 也请大家告诉我们 今年过年你最想和谁一起喝喝茶 我们会在评论区抽取20位听友 把你喜欢口味的一整箱 900毫升家庭装的东方树叶作为今年的年货 直接寄送到你想一起喝茶的人的手中 900毫升的东方树叶搭配年夜饭 清爽健康又解腻 也希望收到东方树叶的听友们 今年可以和亲人们过一个团圆温馨的春节 哇好软的广告啊 其实我感觉这个听友可能更想问的是 就是我们很多节目是夸一些品牌 或者是夸一些公司 但其实并不是我们所有的节目都是去找公司缺点 去找公司茬的 就像我们录制的这周 我们两期长几多次选题 分别是斯丹利这个水杯 还有杜宾两家公司 其实这两家公司跟我们节目都没有任何商业上的合作和进行的往来 就纯粹是因为我们发现了这些公司 或者这些产品比较好玩 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想要跟大家分享 对 其实这说回来就是早咖啡的选题是怎么定的 我觉得无非还是有我们自己的一个判断的要素 比如说是不是有信息增量 它是不是我们听众关心和喜欢的这样的一些现象 或者是公司或者是品牌 以及它的时效性相对来说怎么样 就会有这样的一些综合的考量 我觉得也许大家是可以通过刚才娜娜所说的 试广告我们一定会清清楚楚的告诉大家的 所以下一个由娜娜来抽吧 好 我来抽 一杯早咖啡到底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 起点可能可以从我们每周二的选题会开始说 我们可以先来大家分别说一说吧 自己平时准备选题都会花多长时间 千文吧 千文你来说说 因为我记得千文曾经也是在我们的内部workshop上 分享过说做梦都在找选题 那现在做梦还会找选题吗 现在做梦倒是不会再找选题了 对 比较有意思的是周二开完选题会之后 我就会开始想我要报下一次选题了 真的啊 大家都这么卷吗 然后我就在浏览的时候我就会带着一种 一边是看一下今天发生了什么 一边是这个话题我能不能作为选题 带着这个想法去看手机吧 然后觉得这个不错的话 我就会把它发给我的那个微信文件助手 然后我如果真正的去梳理这个选题的逻辑的话 会花一天的时间 那泽灵呢 你会花多长时间 其实跟大家都差不多 就是平常在看到很多东西的时候 就会心里面打一个问号 说这个东西能不能做成一个选题 然后我一般是等到周二上午的时候 再进行搜索整理一下 看看上周搜集出来的东西 有没有什么可以做的 其实真的就是我们大家可能通过我们每个小伙伴的分享和讲述吧 感受得到选题对我们节目来说 压力可能是相对来说最大的 但是也是因为我们对于选题提报的要求可能多多少少有一点高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我们小伙伴都提报出了很多很有质量很有意思的一些选题 比如说千文提报了像F1赛车就是千文提报的 发发起包括之前的名人的香水等等 然后泽灵报选题的风格就很有个人的风格 对吧 他的这个选题通常都会 比如说美国年轻人在关注的事情是什么 或者是大洋彼岸有些什么样的一个新的动态之类的 大家逐渐会开始形成自己的一些个人化的风格 我觉得我自己好像还没有形成什么个人化的风格 但其实我是有一些自己的喜好的 那比如说我特别喜欢一些百年老店的故事 对什么东芝啊柯达啊 包括之前的富士啊 这些百年老店的故事我很喜欢 然后中国企业出海的故事其实我也会比较好奇 所以这可能大家都会有一些这种自己报选题的一些角度和思路 但是不管怎么样吧 我们选题会是在提前一周来进行一个确定 除非有一些特别重大的一些事件 比如说贵谷银行 当时是泽灵在周六晚上给我打电话 说我们换一下选题吧 对对就是有一些比较重大的一些事件 所以选题是我们每天日常工作当中 深入在我们的生活习惯里的这么一件事情 再有呢我们再来说一说一杯早咖啡的制作 它还分几大不同的部分吧 我们暂且把它分为短消息部分和清解毒 还有咖啡豆的部分吧 要不泽灵你来说一说短消息的部分 我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制作流程 其实大家每天听到的短消息都是前一天中午 或者是更早一点时间的 因为我们有一个制作的周期 但其实就是我们从制作节目的角度来出发的话 我们需要在每天早上大家来提报一些短消息选题 经过群里面的一些讨论和大家的投票 最终会选择我们想把哪些 我们觉得重要的消息呈现给大家 然后在这个白天里呢 就是紧张的撰写编辑 然后还有录制 然后也会结合到我们之前通过的那些长解毒的选题 然后最后在当天录制完 当天还要完成后期的剪辑 然后还要交给运营的同事去上传到不同的平台里面 这样隔了一夜之后 其实大家就可以听到第二天一早的早咖啡了 写短消息 我觉得相对来说有一个时间的压力 对 这个时间压力 有个钟在那儿 我们几位实习生要不要说说你们在写短消息时候的一些不同感受 从一开始到现在 我觉得写短消息其实跟现在很多媒体做那种简讯快报 其实特别不太一样 我觉得写短消息 怎么讲呢 早咖啡的短消息 因为它最后是以声音的形式呈现的 但是很多媒体上的标题 它其实是不会顾及那些听觉上的逻辑性的 所以你可能在纸面上读起来非常通顺的一句话 在那个实际写的过程当中 就要对它进行一些拆分 然后你要顾及到你的听众是不是能听懂 纸面上比如说括号里头的东西 你要怎么去在听觉上把它呈现出来 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点 我有一个最强的感受就是我们虽然叫短消息 其实我们的消息一点都不短 就是大家会感觉到在三百五百字当中 能够获得非常多的信息量 实际上是我们在报这个短消息主体的时候 我们甚至要考虑到它之前发生了什么 它的行业当中其他人又发生了些什么 所以其实这个也是在写短消息当中 可能会比较挑战的地方 就是你除了关注这个主体事件本身 还要去关注其他的事情 对就有的时候我会觉得 对短消息的一些信息的关注 你会逐渐通过短消息 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拼图的感受 通过跟踪这条消息 你会有更深的理解 我其实想补充一点就是 我们每个人写的选题不一定是自己报的 虽然其他人会贴上他们的信源 但其实我们在写的时候 还是会穷尽可能的去找到更多的信源 来交叉验证 就是在这一块上 我们都会把它讲得足够清楚 会让大家知道这条消息 它是从哪来的 无论它是带有什么倾向 还是说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消息 虽然是小小的短消息 但是也是注入了我们一大半 早咖啡团队成员的时间和心血的 总之呢就是我们是一个环节很多 然后需要我们协作配合部分 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不管怎么样 我们觉得现在大家磨合下来 有一套我们还比较能够达成默契的一种协作模式 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制作流程上面 我非常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吧 好那我们就接着来抽取我们的下一个问题吧 要不Yuki来抽一个 好的 这位听众的问题是早咖啡的主要信源 特别是国外信源有哪些啊 泽林来回答 泽林来说吧 其实国内和国外的信源我们都会看一些 选择也都是一些媒体里面 我们觉得比较有公信力的 其实如果你去回顾一些我们以前的节目 就会发现我们在进行一些事实的报道的时候 都会提前说一下这个是哪个媒体的消息 像我们也有比较多的可能就是国外的 有商业方面的有彭博 CNBC 华尔街日报 华尔街日报 然后英国的 金融时报 对英国的金融时报 BBC还有那个卫报 比如说科技向的媒体 我们看了比较多的有The Verge 有TechCrunch Information 对还有The Information 他们有很多独家的消息 然后国内的优秀媒体有很多 我们财纳的比较多的可能是财经财新 然后也有一些在公众号上做的媒体 比如说晚点latepost 见面和澎湃也会稍微多一点 这些是我们通过长时间的一个摄入信息 比较信赖的几家媒体吧 对对对 如果经常听我们节目 其实是也可以听见这些媒体的名字 是频繁的会出现在我们每一期早咖啡的内容里头的 好那我们还有最后一个 那我来抽一下吧 新路来抽一下 这个问题是咖啡豆要在哪里投稿呀 咖啡豆在哪里投稿 其实刚才我们是不是多多少少说到了一些 我们有一个咖啡豆研磨组 但是作为听众的话他在哪里找到给我们投稿的入口 要不要大家来说一说 投稿的入口其实就在那个单击简介的show notes里面 然后它里面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链接 然后里面就有一个像早咖啡投稿的一个链接 然后点进去 然后填一个表单 然后我们就可以收到您的投稿 说不定也会有一些朋友不太知道什么叫咖啡豆啊 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咖啡豆呢是在我们每周五的一个环节 是一个我们的互动环节 这个环节呢 它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 我们的选题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听众的好奇心 大家可以通过刚才高高所说的投稿的渠道 来给我们把你日常生活当中看到的那些有意思的和商业相关的问题或现象 通过我们的投稿方式来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可以的话我们会尽可能多的来回答大家的问题 而且我们非常非常欢迎大家通过音频的方式来给我们投稿 那行 早咖啡所有的听众好奇心频率比较高的问题我们都一一回复了 感谢大家又是一年的陪伴 另外呢今年我们还做了一件和往年都不太一样的事情 那就是我们的高校早起50天的活动 那关于这个活动呢 我们有一位小伙伴非常有发言权 他平时呢都是在群里忙着发布啊 回复啊各种各样的信息 那他是谁呢 他就是我们咖啡豆的超级早起搭子 hello各位我是bebs 在做早咖啡的品牌营销也是大家的超级早起搭子 像刚刚梦依提到那样 去年我们发起了早起的这个活动 当时呢是我们看到评论区每天都有这个听友来自发的打卡一个早 甚至是互相驱寒温暖 所以我们就在想早咖啡它可能不仅仅是一档晨间资讯节目 我们怎么才能够聚集起这群非常真实可爱的听友们 来做点不一样的事呢 于是就想到了组团早起的这个主意 本来我们只是设想这是一个早起的小圈子 没想到有将近一万个听友都加入了进来 看到大家在群里相互交流啊 分享这些好用的经验和软件 甚至是晒出自己听早咖啡的时候搭配的早餐 这些举动都让人觉得特别的温暖 在此也感谢像是James 首席点赞师爷 还有天气先生等等所有活跃在群内的小伙伴 也感谢所有支持着我们的听友们 虽然活动暂时告一段落 我们的早起群也会作为大家交流的这个通道 一直保留着 也欢迎有兴趣的小伙伴呢 添加节目详情里生小音的微信 进入到群聊 希望新的一年我们再一起探索 更多充满能量的事情 谢谢Babs的分享 我们运营的小伙伴 其实也是为这次早起活动 花费了不少的心血 当然大家的支持也让我们觉得 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而且早咖啡能够助力各位无痛早起 就是我们节目每周日更不断的最大动力 谢谢大家对我们早咖啡的支持 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能够继续陪伴在你每一个工作日的清晨 好的 兔年最后一杯早咖啡就是这样了 我们下一次的更新时间呢 会是在2024年的2月19号 对2月19号 那就让我们以茶代酒 提前祝大家春节快乐 我们龙年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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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